就是考考大家 反正我是建议 因为ChallieB已经让你产生城市这件事 已经相对简单 但是不是说叫你都看不懂 看不懂的话 那其实我觉得 有些简单的东西 你连改都不会改 那我说不过去 那不能说你会写VBA 所以至少你要看懂 那以这个地方来看 我个人习惯这样 第一个啦 其实上面宣告这些都不重要 我有时候甚至把它删掉都没关系 因为在VBA里面可以不宣告 任何的变数 城市变短了 那其实它的逻辑都差不多了 反正就是说 它找到零 没有找到 没有找就继续找 那这个inst inst3函数 其实就跟fine函数 是意思是一样的 只是说它是VBA里面的函数 那fine是excel里面的函数 OK 它名称没有相通 OK 然后呢 底下的话就是做一样的处理的 所以最后关键就是在这里 因为它要把结果丢出来 那为什么错呢 就是因为mid mid应该看得懂吧 mid就是切 那address就是那个地址 有没有 那为什么错因为少一个字吗 所以应该还记得吧 mid地址 从哪个字开始 没错 因为厦门 少一个字 那为什么少一个字 但是关键就在这个长度 它这个减完之后 它少一个字 少一个字怎么办 这里加一就好了嘛 所以这边给它加一 就是这里而已啦 就这么简单 答案就应该是对了 我再猜了 OK 我不知道没关系 所以你只要看得懂 基本的就好了 没有人叫你从头写 我看应该很多人 应该没有办法 但是至少你看得懂 OK关键的 然后把加一加上去之后 把它关掉 然后再让它重新跑一下 重新怎么跑 这个打勾一下 它就会重新更新一次 里面的资料 就全部多个字了 OK没有问题吧 所以刚刚是没有加一 所以如果没有加一的话 如果你要更新就这样 这边再打勾一下 但是它会跑 等一下下 它会把所有都更新过 如果你一样 所以这个地方 就是这里 加一 然后不用做任何处理 打勾 这样就OK了 但是会卡一下 因为它从第一个 跑到最下面一个 3000多个 那今天的练习 最后呢 记得就是要把它存档 如果存档我刚好特别强调 请你再缺了一下 另存新档 浏览的时候 有没有存成 启用具体的活跃部 如果没有的话 那你刚刚写的任何VBA程式 全部都消失 而且就不回来 OK所以以后这个细节注意一下 那这个档案我想 你们不要放在电脑里 因为这个下一次还原不见得 那如果放低碟可以吗 低碟会还原吗 不会 不会嘛 OK那不然就放低碟 如果你没带随身碟 我还是怕怕的 放自己随身碟 比较没什么问题 好 储存一下 挺有 加一个数字 OK好 那画面再还给各位 那今天的话呢 原则上我们就 第二次上课 那大家已经进入 已经进入到那个 利用公式转换成VBA 那不是说叫你完全不会写没关系 而是至少回去要看得懂 然后尽量呢 回去试着找类似的案例 多练习个几遍 我想你慢慢就会越来越熟悉 而且说真的 以前那么认真学 可能还写的比没有这个Challby写的好 真的耶 你看刚刚那个程式 他写的说真的 你要写成那样子 你要花多少力气 你需要学多久 可能学很久还写不出来 那倒不如你请他帮你写 剩下来你可能花力气的地方 就是看懂程式 那理论上 同于说老师 那很多地方我看不懂没关系 看不懂怎么办 其实也没关系 你看不懂的地方 你就把你看不懂的地方 再贴到Challby写 请他帮你解释 他会帮你解释很清楚 OK 好了 那今天的话 时间也差不多 不然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 谢谢 谢谢 好